52岁的农民工在工地发生意外 被钢筋从钢门贯穿到了肠胃 医生在剪开裤子后看到伤口 看一眼便害怕他撑不过今晚 可就在急需抢救缴费的时候 却发现根本没有工地的负责人出现 眼看心血是不断的流淌 农民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好心的工友都帮忙进行了垫付 很快骨科专家到场 当看到被钢筋穿透肠胃的农民工时 专家直言 他可能根本就等不到手术的那一刻 但是抱着拯救一个家庭的态度 医生还是叫来了消防员 可眼前农民工的内脏还在不断的出血 而锯断钢筋轻微的震动 极大可能会加速农民工的死亡时间 没有家属的签字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但是医生还是决定冒险进行抢救 随着钢筋的断落声 农民工也陷入了昏死 顾不上耽搁 医生火速将农民工推进了CT室 当医生看到腹腔内的钢筋之后 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们都沉默了 如此严重的伤几乎已经没有存活的可能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外科主导医生 在看到CT后 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手术几乎没有成功的把握 情况危急 在没有家属到场的情况下 医生还是决定立即手术 来争取这微乎其微的可能 很快 农民工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为了更安全地将钢筋取出 医生搬来了只有孕妇才用的床 此时 插着钢筋的地方还在不断地流血 各科室的专家也已经全部到场 此刻 医生必须高度集中 只见主导医生轻轻地划开 农民工的肚皮 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手术 一点一点地挪动农民工体内的钢筋 尽全力将手术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对眼前的医生来说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保证手术低风险的同时 还要确保挪动的钢筋不伤及其他内脏 历经了数个小时的手术插在农民工体内的钢筋 终于被医生一点一点地取出来 钢筋拔出的那一刻 可以清晰地看到 如此粗壮的钢筋足足超过了60公分 取出钢筋之后 又对农民工的肠道缝合了整整4个小时 才将那些破裂的肠胃完全归位 手术非常成功 农民工的身体体征也暂时稳定下来 脱离了死亡的边缘 在农民工被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治疗之后 所有的医护人员们才松了一口气 感谢医护人员们的付出 愿白衣天使幸福安康 也希望所有的农民工都健康平安